放YouTube上面那请各位自行在把它做个复习 那另外的话呢如果没有加进来的话 你可以从云端上面去找到这个人节 自行再加进来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接着要继续来看 那上礼拜的大概重点 回顾一下 我想反正你每次进来都可以看到 上礼拜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做出什么呢 用函数 函数里面REP加LEN 不过这个函数其实 太冗长了后来我们有用了一个叫TES函数 那TES函数里面的话 比较重要是这边有个format test 这个format test 前后一定要加双引号 长错的可能就这个双引号没加 另外的话呢 这个format test 来源其实就是 我们在制定格式里面 可以制定格式里面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边 也就是制定格式看到的是表面上看到的 但实际上如果你要真的转换成 那个就是文字格式的 资料的话一定可以透过这个test函数 那这test函数其实蛮重要的 蛮多地方其实都派上用场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你要变成按钮的话 我们有做VBA 不是先从聚集开始 所以你可能第一个要先知道什么呢 就是怎么样把那个开发人员 因为目前预设环境里面 不会有开发人员这个标签 所以还记得吧 怎么样把那个开发人员叫出来 所以第一个如果你开发人员叫不出来 那表示你这一定是不熟了 所以制定功能区里面 开发人员打勾 确定之后的话开发人员出现了 所以你要录制聚集就从这边开始 录完之后可以从聚集里面找到 基本上有没有 那你会发现 这边他其实所谓的聚集 也就是VBA里面的SUB 就是副程式 SUB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录下 这两个用录的 这两个是自己写的 他也会出现在聚集的清单里面 一样可以执行 一样可以编辑 那如果说你录制完之后 你要执行 当然可以从这边或者把它变成按钮 那如果你要看里面的程式码的话 第一个你可以按编辑 他可以切过去 第二个你可以从VGeoBasic这边 一样可以打开来之后 那他的程式基本上只要把它关掉 他一定是放在 左边这边的这个清单里面的模组 那可能是Module 1 可能是Module 2 如果说你先录制的话 那会先放在Module 1里面 那字太小了 还记得怎么把它放大 工具选项里面的撰写风格 里面的那个把字放大一下 大概这样子看起来比较清爽 不然的话字太小看得很辛苦 OK然后再来了解那个环境 反正 当然你就要经常去使用他 久了之后你会发现 他真的是一个工作上的非常好的 partner或者是你的帮手 因为 只要你会的话 做完之后你看 录完之后清除 然后按下他这个是聚集 当然呢 录制聚集 比较重要的是你要知道步骤 你不能乱录 所以记得要彩排过之后 那录完之后呢 我比较建议 每个每个动作 就是自己在程式的上方 加上所谓的注解 诶 注解怎么加还记得吧 单引号有没有 OK 每一个每个都是重点 OK 那这样的话你就按照步骤 反正以后 真的不需要记太多 因为我发现书里面写一大堆 说真的很多地方我觉得都太琐碎了 像我的习惯我就照我自己的标 这是我自己的标准号流程 反正我就照这样做 然后所以你从第1周到第8周 大概做法大概就差不多 每个范例我想我的做法 大概都差不多 那撰写程式的部分的话 再来就是聚集录制 所以回去有空 请各位自行 多录制聚集 多让他可以执行 或者可以用这种图示也可以 然后VBA部分的话分两种 一种一样 这个是我们自己写的 那另外一个是在游标放这边 可以 插入函数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写了这个方选 所以呢 使用者定义会出现两个 所以上个礼拜最后是讲到范围 还记得吧 如果你忘记的话 那表示你一定要回去再练习 因为这东西你回去不练习 你很快就忘光了 而且你很快就会跟不上 其实我最怕就是你们没有练习 然后慢慢越不熟 然后越害怕 可能之后就不想来上课 不过我觉得 真的你要花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越来越有趣 而且工作里面越来越成就感 然后 对于工作上面 你会 越来越有信心 而且工作效率也提高了 你看到 学成之后 其实真的眼神就不一样 充满着希望 而且感觉上 好像整个就是很清爽 那如果你没有学会这个 说真的每天都是愁眉苦脸 然后感觉好像 没睡饱的感觉 因为很忙很累 其实没有偷懒 就是因为你没有效率 没有效率的原因是因为你不知道有 有些方法 其实是可以让你 节省很多时间 那这些 都是 让各位节省时间的一些方法 如果你是有用的时间越多 节省下来的时间 相对的也越 越多了 OK那里面的话大概就是 第一个我们是 方权部分就是互动的 给他一个东西 他跟你要几个你就给几个 那实际上我是把 传的东西存在这个引数 这个引数再去做 串接 然后把结果怎么样 丢给这个方权本身 这个方权 叫做手机 那手机呢 他得到结果之后呢 就帮你把这个结果丢到这个储存格 你所在的位置 他有点像是 跟你互动吧 反正你就把这个东西给他 给他 有没有 然后他帮你把它处理一下 处理完之后呢 把结果丢到这边来 所以这个方权 这个制定函数呢 他主要目的就是帮你处理完 给你你要的结果就对了 你给他他要的他给你结果就对了 OK 那我们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当然 就可以做完 但是呢这个方法有个缺点就是你要选 很多个栏位的话很琐碎 所以后来我们又改进了一个 就是在这边呢用手机范围 直接刷一下就可以了 刷一下呢 我是先丢给一个变数叫A 这个A呢就抓到了什么呢 抓到这个阵列 所以特别注意 对哦 其实很多同学 会常常 对这因为每个程式员都有阵列 那实际上 VBA里面同样有 Excel里面一样有 他一定是大瓜糊里面 一个变数里面可以放三个资料 那我们其实只是把它切割 再把它串接丢出来而已 那我们就 其实 范围就是阵列了 确定 向下填满有OK 那当然这是上礼拜最重要的部分 那如果你已经忘了差不多的话 我是建议回去 第一个 要不就把影片 这边有个完整影片连结 你就把它再听一下 当然也不需要从头到尾听 你就是把 你比较不会的部分再听过 OK 不过一定要花时间 第二个一定要动手做 那假如说有些细节部分 实在漏掉了 程式也是在忘记没关系 云南白板里面 都会帮各位放那个程式 所以上礼拜的程式码在这里 你打开来的话 就会有上个礼拜完整的程式 包含就是 函数的用法 LEN 等等的相关的东西 还有 最后做完的公式 这些程式都在这里 还有包含怎么样 录制聚集 还有就是最后做完的程式 这边都有了 所以每一次上课也都会有这些东西 那大概把重点回顾一下 今天的话 他还有其他题目 不过这其他题我想 我们先把那个基本的 函数先讲完 回头再来看 因为这些题目比较困难一些些 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再把那些 其他的函数 包含 我们是讲这一个 其他还有像几题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今天要判断什么 判断一个储存格里面 当然储存格里面有数字英文中文 那我想要把它分开的话 特别注意 在Sale里面有没有 对应的函数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是有 但是你可能要串好几个 那有没有比较快一点的方法 如果没有你可能要自己 制定函数 所以这部分的话也许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试试看 另外还有151 这个是做什么 他这个题目里面就是说 A栏 是来源 B栏是我们要的 做的 那B栏里面其实是做什么呢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其实就是把什么呢 如果A栏里面有刮斧 请你把刮斧里面的东西 帮我搬过来 但如果第一个没有刮斧就没有东西 OK 所以这个地方 要怎么做呢 刮斧 那当然 最笨的方法 应该都会啦 什么 点两下 选取 Ctrl C Ctrl V大家都会 可是问题你资料少还OK 可是如果你资料多的话那不OK了 那怎么办呢 其实你也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要不就是用什么 里面的函数 有哪些函数可以做出来 像 第一个当然你可以一定是middle函数 切里面的资料 第二个我要找刮斧 如果有刮斧是用fine函数 fine有刮斧然后把fine 前刮斧跟后刮斧的位置 中间的东西抓出来 不过还是很麻烦 再来就是你可以思考什么 有没有办法用 录制去期 录制去期我觉得还是 没有 还是一样你 先要把 函数做 最好是用vba vba 分两种 最好是 可以想想看旁边也许做按钮 按下去自动全部完成 这个是sub 另外也可以 插入一个制定函数 也许叫什么刮斧自创函数 然后你给他出资料 他自己帮你把结果找出来 自动向下填满 就ok了 但问题 怎么做 才是重点 当然 云端上也有答案 如果你 可以想想看 这当然我建议 你可以先思考过 然后 把你的盲点找出来 解决 那你就学会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当然 一个刮斧部分 151 另外的话 还有152 特别重要152更厉害 他有三个刮斧 要切三个东西 那你会发现 公司就一串 像这种东西 很麻烦 要这么长的公司 所以有些像这种反而用其他方法会比较ok 那当然你 有时候VBA反而比较简单或者是说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像内建功能里面有一个叫资料里面也叫资料剖析 其实这一体用资料剖析可能会比较快 因为他的位置刚好在固定的位置 你就把它切切就好了 所以这一体用录制剧集可能比较快 就是把资料剖析有没有 然后他会问你说你资料 资料剖析前要先把范围先告诉他 然后资料剖析 剖析完的话告诉他 因为我们 如果用分隔符号只能用一个 你有前跟后跟后跟后跟所以不行 只能用固定 还有他有固定宽度 所以下一步 然后告诉他说你的位置在这边 在这边 你可以用点的 ok 有没有那点准 有没有你会发现我点很准 因为我练过了 不过你们可能会点歪了没关系 点歪了他这上面可以调整位置 有没有他可以拉回来 意思说 这个 这个这个中间的东西我要下一步 那你要的部分的话 就要贿赂 所以这个是不要的 不贿赂 这个要 有没有 一般 这个不要 不贿赂 这个不贿赂 反正你不要的部分你就把它选不贿赂 然后呢 再来就是贿赂到哪里呢 贿赂到指定的这个 c2 如果你按个确定之后完成之后你会发现 你就 做完了 ok 这个方法你会发现他就自动帮我把它跑出来 那所以这一题应该比较快是把 刚刚的动作 录制聚集 再 产生按钮 就完成了 所以这一题也许后面我们再来看吧 那这个是1152部分 那你可以先试做看看 其他还有 其他练习题啦我觉得还蛮多的只是说因为我们 可能课程时间没有那么充裕所以有些题目放在这边自己再练习一下 那 再来我们就先看逻辑 这个逻辑蛮重要的 因为 你在撰写VBA里面 其实不外乎就回圈 重复做什么 不外乎就是逻辑 函数 逻辑 你要解决什么样逻辑呢 比如说像第1个 待会请各位 开启逻辑 那一般的逻辑 我想这比较简单 及格不及格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以前的做法一定是什么 叉拌数 找到那个逻辑 逻辑里面if if什么呢 如果 这个平均成绩如果大于 等于 大于等于60的话 那就是合格 反之就不合格了 不过我们用yes或no 比较简单一点 yes或no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按确定 它会出现yes或no 好 那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做法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 我要改一下 你们可以想一下 这叫多重 所谓的多重就是说 我没有那么单纯yes或no 我希望呢 像现在学校成绩都大概是 80分以上 是a 70分到80分是b 那再来就是c 不及格就d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可能的 平均成绩多重是 像这个 第一个是a 因为大于等于80是a 对不对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 c吧 这是d 这是 比意识类推 可是问题来了 我如果说我今天要插入函数 我要用什么逻辑 那你会发现的逻辑有个问题 它一个logic test 要做 四种逻辑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能需要做潮状的 潮状 就是里面可能if里面再放if 再放if 再放if 所以有 三个if 就可以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所以第1个 请各位先试试看逻辑函数的这个部分 第2个的话呢 再来就是这个做完之后 我们再来就要做vba了 因为同样的 我们如果说这种方式 假如我要用vba来完成的话 也就是说vba它的叙述方式一定是不一样的 那有哪些地方是不一样 这个你们要学的 因为以后你只要有逻辑判断 vba一定可以做得出来 而且vba反而有些地方更简单 一样会有两种 一种是按按钮 旁边可以按按钮 一种是制定函数 两个的话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抢小啊 温度 因为 我 óst